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发了巨大的舆论 转发 评论 代表情报的一系列操作 已经不是手滑 可以解释的了 到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行为 网友们都表示非常不解 随着争议越来越大 赵露丝团队也马上进行了澄清 表示所有内容非赵露丝本人发布 当时账号登录设备 为赵露丝在拍摄 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 期间丢失的手机 工作人员现已修改账号密码 并晒出账号登录信息 这个澄清声明 让网友们更加感到疑惑 一年多前丢失的手机重现人间 并且仅仅是登录视频 账号点几个字而已 丢失手机后 难道不是第一时间 更改所有平台的密码信息吗 不过 虽然网友们提出了各种质疑 但是赵露丝方面 并没有过多回应 不是网友刨根问底步步相逼 而是赵露丝的手 华率太高了 去年精英节宋倩获选精英女神 赵露丝突然就点 赞了一条吐槽宋倩礼服 很丑的微博 这件事后 赵露丝发文认错 宋倩也大放原谅 两人互关成为微博好友 还有一次 赵露丝微博账号 突然表白肖战 发文说喜欢你 引起了网友热议 据悉赵露丝和肖战曾参演说 哦 我的皇帝陛下 在剧中也有感情线 当时很多人 以为赵露丝的这条表白代表着 与肖战恋情的官宣 但是很快 赵露丝团队回应说 这张表白的截图 是黑粉恶意辟图 并非赵露丝本人发布 这件事其实到此为止 就可以过去了 但没想到的是 赵露丝随后亲自发了一个动态说 没有伤害任何人 所以不该不开心 这条动态 让网友们炸了 纷纷指责他太绿茶 一边蹭热度 一边半无辜 一而再再而三的守华事件 让网友不再信任 赵露丝的无辜 更有人隔空喊话问他 是不是要学杨子 原来 杨子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 守华获得流量与热度 走上流量小花之路的 杨子喜欢用大号吃瓜 有守华少女的称号 自年来据统计手 华过二十八次 流量就是这样 一波接一波吸出来的 也是因为最近 杨子点赞肖战微博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杨子和肖战两个人主演的 余生请多指教 马上就要定档播出的 就在很多人以为 是互动宣传作品的时候 杨子又取消了 2016年杨子 曾取关李一锋两次 2017年 杨子点赞梦里剑三 张雪莹情俊杰绯闻 2018年 杨子点赞捆绑邓文的 微博通稿 同年取关邓文一次 李献一次 2019年 杨子秒山照丽 2020年 杨子取官王一国后援会 在杨子与肖战 拍摄 余生请多指教后 杨子某日突然点赞肖战 大家都以为 是要宣传余生了 但是杨子随后 又取消了这次点赞 赵露丝是不是 在复制杨子的流量小花 竟生之路不得而知 但是还是希望明星们 能少点净击多点真诚 好好拍戏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